看看新闻网 我们都知道娱乐圈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 之前有媒体爆料说苗普已经在美国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但是当事人和他的经济团队却一直对外否认 5月30号被传生产后的苗普首次公开亮相电视剧女汉子的发布会现场 这一次他还能够躲过追问吗 新娱乐在线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苗普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九位出现在镜头前的苗普除了一上来 就和咱们新娱乐在线的观众打招呼之外 还发出了一句惊人的感慨 我想当软妹子 女汉子有点累 是什么让娱乐圈的女汉子代表苗普喊出这样的宣言 难道真的如传闻所说苗普已经偷偷在美国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孩子的出现才激发了这位女汉子想要变成温柔软妹子的动力 然而面对这一传闻苗普本人一直不愿回应 能掩饰就掩饰 于是苗普到底生没生孩子一直都是娱乐圈中的一个谜 为了打听出真相 我们的记者们只能曲线救国 没想到还真的问出了结果 因为当了妈妈之后会不会就觉得自己的心态更温柔的一些 所以希望去挑战一些就是这种更软一些更温柔的一些角色 其实我早在十年前就是没有十几年前没有不出学校之前 我就想要其实讲多一些这种比较柔美的角色 虽然苗普本人并没有直接回应记者的提问 德姐老公贺子明与黄维德在一旁的窃窃私语 却让这个谜团有了答案 龙凤胎去年年底 看来苗普印蛮得够深的呀 为了获悉更多内幕 记者只能向两位男士下手 看黄老师刚才好像听就是鸡嘴在问的时候很诧异 是不是看不出来 你就是你身上妈妈的 日复的特论 他是现在怀了还是已经生了 我不知道 那就是等于我们是在拍的时候 结束了吧 我们结束采访吧 好了吧 结束可以结束了吗 我很开心现在我的生活 谢谢大家关心 声炮黄维德天真的问出更多问题 苗普匆匆结束了访问 看来这对秘密产下的龙凤胎 以及儿女的父亲 是苗普极为保护的对象 我觉得演员是这样的 你本身属于你自己的就很少了 那我是希望我的就是我的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关注我 更多的是戏 那我今天来也是为这个戏来做宣传的 我也希望大家阿姨他们能够喜欢我们的戏 哪些方面是您可以对吧 我觉得你的工作呀 你自己呀都是可以的 然后那涉及到别人的时候 我觉得要尊重别人 听着话的意思 看来是孩子他爸不愿意公开呀 但在娱乐圈中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 就在一个月前就有媒体拍到 苗普与多次登上中国富豪榜的某运动品牌 老总陈亦宏一同出行的影片 而这位身价上百亿的陈亦宏就是苗普传闻中的孩儿他爸 面对这一疑问苗普虽然依旧选择不回应 但他透露了另一半所具有的特质 有一点一定要 我个人认为很重要就是 内心得强大足够自信 男生一定要自信 你要相信你爱的这个人 你甭管他多强 只要你爱他 就没有什么 对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也罢 既然苗普那么保护自己的家庭 那我们也还他一份亲近 毕竟生了孩子后的苗普 也没忘记喜欢他的影迷们 我碰到好的戏 我就可能会拍 然后如果没有特别喜欢的 我可能就会停下来 我现在正在拍戏 再拍一个又有点女孩的警察